宝贝儿子 把水杯带上 这个包也背着 妈给你做的吃的 去医院别饿着 妈 我们走了 拖鞋也拿着 脚疼了好穿 嫁给一个妈宝男 是什么体力 明天去医院的 先挂号知道吗 然后排队等位 打完针以后呢 第三天不能吃辣的呀 发物啊 海鲜的等等之类的 妈 没有你可咋办呀 那是 就好像嫁给了老公 婆婆两个人 妈 天朝晚归的长没了 你快来看看 我看看 一骨子味 儿子 去给千岁买这件 我再考虑考虑了 考虑什么 这天我的 妈说刚打完针 几天不能洗澡来着 这么点小事 别问妈了 那怎么行 你的身体可一点不动马虎 喂妈 刚打完针 几天不能洗澡来着 嗯 刚打完 让我得到了两个人 无微不至的招 妈 没有你可咋办呀 那是 我要不是在家带牛牛娃 我能放心让你带千岁去医院 你个大老厨 妈 我还是你亲生的吗 老婆 听见没有 偏心生这样了 妈 天朝晚归都长没了 我看看 这一口多味 哎 妈 你给千岁买的美滴机充洗碗机 差一十零七 什么时候到啊 哎呦 瞧我这记性 都到了 在这呢 快来看看 老婆 我妈心疼你洗碗 特地买了这个美滴机充洗碗机 差一十零七 上面是五十八升大容量水槽 下面是十套嵌入式洗碗机 幸运作风满足这么一家三口日常洗碗 烘盖好的碗筷 更是一点水字都没有 储存时 也可以消毒杀菌 再不怕碗筷不干净了 你的双手解放了 妈 谢谢你 考虑什么 这听我的 这你的直男生美 选的什么衣服 就是 不能让他脱 别愣着了 走吧 先睡 咱再去那家看看 这生妈给你熬的红枣水 你可 过这个 走了半天脚疼疼 这些妈买了 鼻子软 我不太决定 爱最好的方式 是顿是我名字 妈 来两个包子 好 妈 你认错人了吧 她是你妈 嗯 快走快走 哎哎妈 这么好吃的饭 有些人就没这个口福 回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晚呀 我今天要不然晚了 哪像你个家庭主妇似的 这家天天行 我 我不是在怪你 哎 媳妇 别这么不懂事 不要跟自己的老公对着干 闺女 多怪妈不起面 让你在婆家受委屈了 妈 你别这么说 亲家母啊 真是不好意思 刚刚空着手来的 你真不吃啊 儿媳妇 妈求你了 你别再减肥了 行吗 你这身体啊 不但是你的 也是咱们全家的 你这样减肥 你妈也会心疼的 来 吃一口 好吃吗 特别香软 那当然了 这可是湖北建立产的大米 都是精选的高端品质 稻米晶莹剔透 米粒还鲜细 香味特别浓郁 煮出来的饭呀 口感香软 别提多好吃了 来呀 媳妇大口吃 这米饭柔滑 真的太好吃了 多吃点啊 别跟自己的老公对着干 咱直接啊 干脆换个老公 跟他费什么话 妈 我才是你亲生的 臭小子 你还知道 你是我亲生的呀 你妈我也是家庭妇女 你是不是也瞧不起你妈呀 没有我们这些家庭妇女 你们男人 能安心在外面打拼吗 亲姐母 咱们之前来往 就是太傻了 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 咱们再拒绝 一定 一定 我家千岁 从小就有点任性 以后你多受累 多担待着点 没有没有 我这媳妇 一点都不任性 亲姐母 感谢你呀 养生了这么一个好姑娘 气到千岁呀 是我们家有福了 这件拿给我试一下吧 不好意思啊 这件没有您的码数 那这件呢 女士 你身上穿的这件 已经是你唯一能穿上了 没事没事 我刚看到一件很适合你 新郎呢 怎么不见了 小水都超重啊 你还不去解决一点 小水 真感情在哪里 也是 低压太贵重了 医生只能送一人 你应该是能力的 你看这个怎么样 哎 你看他长成这样 居然还涂口红 看他涂完 我都不想买了 那也就是 丑人多作怪 别对 这样的我 怎么配得上你呢 千岁 你先去里面房间看看 我去外面找找啊 我 我 我以为你 以为什么 以为我跑了 啥千岁 你才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刚才出门 就是去许为你定制的DR啊 你好 我来定制钻戒 第二钻戒 需保定身份证信息 医生只能送一人 寓意医生唯一真爱 先生您确定好了吗 我确定 我早已想好 定制DR了 上次忘记带身份证了 这次我都准备好了 提前定制 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 一定要把最好的DR 和医生唯一的承诺 都给他 你总是小心翼翼地 和我谈恋爱 我知道你觉得 自己不够瘦 不够漂亮 但是你善俩真诚 在我心里 顺狗无数 你与我心里 是唯一特别的存在 还自觉点 就是快下去吧 明明你最后上了的 凭什么让我女朋友下 现在的人 都这么不讲理了吗 看他图案 我都不想买了 我女朋友长什么样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他图什么口味话 轮不到你们外人来 说散道四 这么一第二钻戒 我可是赌上了这一生 唯一的承诺才指引你 因为你是我这辈子 守护的人啊 第二钻戒这么贵重 男士一生只能送一人 确定 不再考虑考虑 我比任何时候 都要确定我对你的感情 你 就是我的唯一 此生 我不会再有其他人 千岁 嫁给我好吗 总有一个人 用坚定的爱意 接受你的不完美 瓦解你的小自卑 用真挚的爱情 滋养你 成为更好的自己 千岁 那不是你老公吗 我和老公方勇 是两个知根知底的 大龄的屋门 看两个孩子就挺合适的 是是是 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 很快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 你口血压 多吃了准备 原本以为就是大火过日子 没想到 在日常生活相处中 你这天不舒服 赶紧休息 我来写 他无微不至地照顾 竟然我万万动了心 方宇 你老子也不是你喜欢的泪水 那一刻我开始怀疑 他的无微不至 只是出于双方父母 认识的责任 我是不是真的不是 你喜欢的类型 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特别是他不在身边的时候 你知道第二钻戒吗 知道啊 一生只能送一人 寓意很浪漫 是啊 对亲爱的男生 又第二赌兵一生 是件东西幸福的事情 怎么进去看看吧 第二太贵重了 他代表了男生一生 只爱一个人的承诺和决心 我们还是以后再逛吧 喂 我回来了 千岁我今天 我知道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你可以跟我直说的 你放心 我不会纠缠你的 千岁你别这样 我是哪里做的不好吗 公司楼下我都看见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次多亏了你帮忙 要不 我请你吃饭吧 不用了 大家都同事 我还要去给我老婆取 定制的地亚钻戒 你好 我来取之前定的钻戒 好的 先生 咱们地亚钻戒 一生只送一人 寓意一生唯一真爱 这是我们的 My Heart系列 新戏与你求婚钻戒 寓意真心还真心 和你相守到底 寓意很浪漫 千岁一定会喜欢 他还出自 国际知名设计师 克雷尔琴 哈利翁的手笔 我们新型钻 独有的童心切工 是由工匠大师 花费比普通钻戒 多三倍的时间 打磨切割的 难怪像比传统 新型软件更加傻样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求婚了 祝您求婚成功 你体检报告 不是说你停写吗 多吃点肉 多吃点 吃吧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对不起 刚刚在开会 忽略着 方语 你老婆也不是 你喜欢的类型 我老婆不是 我喜欢的类型 那你是 千岁 我知道你一直在意 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当一个人 遇到真爱时 他会打破自己原本 所有的射线 包括喜欢的类型 你一点都不普通 任谁都没你金贵 我想用这枚一生 整套送一人的 低下钻戒 向你找个人 你就是我这辈子 唯一要守护的人 千岁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 一个好的爱人 是治愈一生的良心 而我早就在 方语及语的爱里 慢慢放下戒备 打开心扉 学会勇敢的 去爱人 心里面 去爱人